时至今日,我在此,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说一声抱歉,不用原谅我,都是我的错 时间回到6月19号早上,起床后,该来的总是回来 我看见过去的黄子娇,前来毁灭现在的黄子娇 然后如我所预想的,现在的黄子娇,想消灭未来的黄子娇 我先录了,并非直播,三段影片 本想一段即可,但总觉得没说完,又没力重来一次,便活速补来两小段 并且立即在脸书粉砖做预约发文排程 排在当天12点后,是我本来要出现在工作场域的时间点 在此,我意要再次为过去的预举,错误的行为 向相关人士所有对象,又一次郑重道歉 而那些自以为是,又放肆偏差的内容物 随着后来,自己心智与录像的转变 多年前,早已经彻底销毁删除,不存在这个世界 而我自责,让人失望苦痛的世界 在过去未来都不可能消失在彼此心里 顶多搁置,放下 对不起,时至今日 我再次,也要郑重对当天影片内所提到的人事物 说一声抱歉,对不起 如同吴若全老师解读的,欲识俱焚 不用原谅我,都是我的错 六月十九傍晚,我才真正地醒来 但还没有恢复说话能力与思考的速度 行动也缓慢 跟许多影视作品缩验的一样 我当时过度情绪化 无法拼凑现实 只有极不清楚的 无意识猴音 接着,我哭泣 看着我的太太 我跟她说了第一句话时 为什么要救我 她事后说 当天她用蛮力破门 稍作检查后,冷静通报 接着在我耳边呼唤我 我隐约都有听到一点 场景四甲换针 在医院 我身上插了很多 不知道是什么器材的管线 让本来就全身无力的我 更加动弹不得 事后太太跟我形容许多画面 例如众人帮忙拍鸟 身为一个艺人的羞耻心和包装 一点都不重要了 也无力兼顾 特此 感谢林口常跟医护人员 对我们夫妇的切心友善陪伴与帮忙 他们看到了 听到我最脆弱憔悴的内外在 而我多么希望他们记得的 是我过去在台上流畅的主持 自在的笑话 完整的穿搭 我当然知道 对某些人而言 我那天对自己 做的激烈行为 是一个错误示范 在此 我除了先说出当时的百般无奈 也必须 很矛盾的说声道歉 过了几天 感谢小燕姐陪老婆替我理性分析 理出对策 继续照顾团队升级 而这些都必须要拥有一个前提 那就是召回我的责任感 但是 我仍感觉自责 受不起大家的爱 也受不起大家的恨 正反情绪 反复 冲击 直到某个时间点 吸口气起身 担起责任 往下走 敖 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